中医师来讲,可能在你们的行业,最挑战性是什么? 我觉得最最挑战的就是一个信任。 今天我很高兴,我们可以邀请到Sharon, Dr. Sharon from Anytime TCM, 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健康提供关于COVID-19。 如果在疫情方面,如果你们要吃什么东西,就把你们的免疫系统提高。 好,嗨,各位大家好,我是从国安中医来的夏荣荣医师。 我在加东有一间诊所,我主要是治疗妇科的问题,颈项痛和腰背痛的问题为主。 对。 所以很高兴, Dr. Sharon,你今天可以邀请来做这个视频访问, 跟我们分享,就是讲说,现在疫情方面,有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注意的呢? 可能可以吃些什么中药来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, 还有就是多一个方面,就是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, 身为一个中医师,你们遇到的可能生意上最挑战性的是什么? 你们怎么来克服这些挑战性? 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,因为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就是在跟 SME老板的对话,还有分享他们个人的经验这些。 这样现在疫情方面,会不会现在更多人想看中医吗? 还是大多数人会偏向看西医呢? 其实我发现从疫情以后,看中医的人会比以前增多很多。 因为这个疫情在中国用中药来控制,控制得非常好。 对,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周伯里中医师, 他是一位天津的一位中医医院院长。 对,那段时间在武汉爆发疫情以后, 他完全用中药,就是完全用中药来克服这个疫情。 他大概是在大概才15天的时间,两个星期的时间, 就完全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。 所以他们是其实用中药来控制那个疫情。 对。 所以是,因为我知道中医方面可能可以吃一些中药或者针灸。 所以是哪一方面呢? 对,这个呢,我们中药跟针灸通常都是结合的。 哦,这是结合的。 对,对,对。 其实最近我们也有一个同事,不幸有那个感染。 他试试是阳性,然后我们就让他隔离了。 隔离在家,他只吃我们的中药的针灸, 只吃了半瓶就好了。 哦,就是他吃了半瓶过后, 他的就从一个COVID-19变成那个病。 变成阴性了。 变成阴性了。 对,只吃了大概三天而已。 只吃三天。 对。 对,其实中药有特效。 这个中药是特制来克服疫情的吗? 还是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东西? 当它已经有正确的时候,有阳性的时候, 我们是有一种特别的中药。 在中国叫莲花清肺饮。 但是在新加坡也有生产出一种中药胶囊。 对。 是专门治疗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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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治疗或者来对付这个COVID-19或者疫情的方面。 哦,对。 所以这样会不会因为有这个中药来克服, 会比较多人上来来找你们, 就说我们想买一些中药来预防。 这样的情况吗? 对,其实我们诊所有两种中药。 有一种中药就是增强抵抗力。 因为在中医上讲,当你正气唇内, 邪不可干。 就是说,大家现在也发现有很多人, 虽然跟COVID-19的那个阳性者接触, 但他们并不会发病。 其实这个就是赢在他的抵抗力。 所以个人的抵抗力还是很重要。 非常重要。 所以就是想说,预防胜过于治疗。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免疫系统提高。 提高。 所以对疫情方面, 就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受感染,对吗? 对,不会受感染。 其实在月勤期间, 我是给我的孩子会喝一点人参茶。 然后当他们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, 有的时候我会弄一点生姜茶。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提高免疫系统。 对,都可以提高免疫系统。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简单, 我们在家能做到, 来提高免疫系统, 还有避免感染疫情。 很好啊,很好。 所以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, 就可能,我相信你在中医方面也是应该, 你刚才有分享,也会比较忙。 对。 会属于因为疫情关系, 现在看诊的群众会是哪一方面比较多呢? 疫情过后,现在发现全部都是颈椎痛, 肩颈痛, 腰背痠痛, 腰痠背痛, 然后再加上有些失眠情绪方面的原因, 还有肚子脏,还有就是发胖。 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家办公? 对。 就可能在电脑前面就时间会更长。 因为以前你还是需要可能从家, 走工去办公室这样, 所以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, 大家都是在电脑前做工, 就可能这些问题就产生了更多了。 对。 这样有没有什么健康提供, 就是讲说, 有什么东西可以做, 帮助我避免这些颈椎痛, 我们在家里可以做些什么呢? 是的,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, 我就发现有很多的顾客, 他们说我在家只是用厨房的桌子办公,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他们觉得好像临时的, 我可能一个月我就回去了, 不需要买很专业的那个椅子, 所以都用厨房的桌子, 厨房的凳子, 所以这个是引起腰背痛很大的原因。 对。 第二个呢, 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在家里, 通常一坐时间很长, 一个小时, 两个小时, 所以这个也是引起他们腰背痠痛的一个问题。 所以他们如果在家办公, 你的意思就是讲说, 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合适的办公桌, 还有椅子, 椅子方面的座椅方面, 可能要稍微有多一点支撑是吗? 像如果他是来, 可能打个比方, 他在家办公一整天, 他可以做些怎么样的活动, 避免这些颈椎痛呢? 对, 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时间定时, 一个小时起来, 一定要做一下伸展运动, 颈尖腰背的伸展、 舒展的运动。 因为他们通常讲, 在办公室的时候, 大家邀请一起去喝咖啡啦, 或者大家去自午餐啦, 就有活动。 有活动。 通常在家里是连续办公, 时间很久。 每个人其实在家办公, 反正做工的时间拉长了。 拉长了很多工作时间。 好, 这样, 就是对于你们综医师来讲, 可能在你们的行业, 最挑战性是什么? 我觉得最最挑战的就是一个信任。 对, 其实像我在面对一个顾客的时候, 我会很清楚地帮他检查, 告诉他你这个问题是什么, 大概需要多少次的治疗。 但是现在, 我就觉得很多的顾客, 可能因为他们看过很多的医生, 或者是去经过很多的推拿, 或者是对自己不够相信, 我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办法解决, 告诉他们你可能需要十次的治疗, 五次的治疗, 或者是三次的治疗。 他们就在心里想, 那我到底是真的吗? 需要吗? 这个东西我是不是需要去坚持? 你会治得好我吗?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 所以就是身为一个综医师, 顾客的信任度会需要特别高, 因为可能他们已经有别的方式, 也没有确定地治疗下来的那个问题。 所以就是可能他在换一个综医师的时候, 他也会有这个, 顾客也会有这个担心, 我已经看了几个综医师, 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问题, 还是这个部位, 每次痛, 还是没有办法。 所以其实信任度是最挑战性。 其实在很多行业都是这样, 因为很像在一些服务业的, 顾客的信任度也是要很高, 才有办法让顾客很舒服地相信, 我们在跟他解释的东西就是正确的, 怎样引导他, 这些东西要做, 才可以把你的综医方面, 就是怎么把它治疗好。 其实我相信很多生意上面, 也是会需要顾客的信任度也是很高。 所以你们是怎么要克服这个问题呢? 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多一些的, 我们的知识方面, 第二个就是耐心、爱心跟陪伴。 这个是其实一个很漫长的过程, 所以就是讲说, 我相信一定还是会有一些顾客, 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接受或者来相信, 所以你们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顾客呢?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很相信我, 我可以帮他, 如果是半信半疑, 我就觉得这部分的顾客随缘了, 因为我首先要把他的怀疑变成相信, 对吧? 然后才让他半信, 然后再让他全部相信, 要经过四个过程, 半信半疑, 对吧? 然后相信, 半相信, 然后再相信, 然后才完全相信, 所以我现在才了解到做中医师还不简单, 还有如果那个顾客不相信的话, 还有四个阶段, 才让顾客可以相信你们, 这个真的不简单, 不简单。 好, 所以这样, 在生意方面呢, 这个可能是中医会遇到的问题, 但是可能是讲说, 在做生意方面这一块, 中医还是你们的行业, 还会有什么挑战性呢? 就是关于生意方面, 我觉得生意方面, 还是人员, 人员, 对, 人员会面对挑战,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合作, 对, 除了我们有中医师, 还有推拿师, 还有前台, 还有助理, 所以在人员方面的话, 几年前是流动性会比较大, 现在呢, 是稍微比较接近平稳的, 我相信很多生意都会有这个问题嘛, 就是同事上的流动性, 还是团队的流动性, 所以你们是怎么方便来处理这样的东西呢? 我们现在是主要是要通过团队的合作, 所以每个星期的话, 我们会有四次的学习, 四次的学习, 有两次是团队建设, 有两次是专业学习, 团队建设, 可能你可以具体的解释一下, 就是这个团队的活动是吗? 是怎样的活动呢? 因为我觉得一个团队沟通很重要, 对啊, 所以我们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早上, 八点半钟, 同事都会到我们一个会议室, 然后大家可以面对面, 先坐下来进行沟通, 因为大家都会对乐情啊, 对工作啊, 对生活啊, 对家庭会有压力, 对, 我会让他们尽量的互相讲, 然后经常会换他们的对象互相讲, 讲了以后, 他们觉得抒发了, 就是很舒服, 就是可能在工作方面有遇到什么挑战, 或者在家里方面, 他是找一个对象倾诉的感觉, 是吗? 倾诉。 哦, 所以他们就可能早上会做一个小活动, 就是两个伙伴会跟对方交谈, 倾诉一下, 我最近遇到这个顾客有什么挑战性, 对, 或者家里有些烦恼, 就倾诉出来, 做生意方面, 我相信很多老板可能会有遇到这个问题, 就是公司的员工的流动量,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动, 来把同事与同事的交情, 或者来讲新事过后, 其实会有一个帮助, 把你的工人的环节信在一起, 对, 生意方面, 你还有做了些什么调整, 把你生意提高到下一个阶段呢? 其实我们进这么多年, 大概有续集了大概十年的力量, 我们搬到新的诊所, 以后进来, 其实已经快十年了, 这十年的话, 我们就一直在训练我们的同事, 就是每个星期也有两次的专业训练, 专业训练, 同时其实也是在训练我自己, 怎么样来培训一个新手, 怎么样让他变成我的一个得力的左右手, 我觉得当我把这些团队全部训练好了以后, 我们会进行下一个诊所, 对, 所以你们现在, 我了解现在是两间诊所, 对吗? 对,两间诊所, 所以你们其实就是不断地训练, 不断地锻炼, 所以也是可以准备, 就是讲说, 如果现在你们要开发第三个诊所, 你的团队已经有那个能力, 就是接手, 就是你们开一个新的诊所, 要扩充的时候, 团队已经准备好了, 因为你每个礼拜就是有一个培训, 技术上的培训, 还有心灵上的培训, 所以当你们扩充的时候, 你的团队其实已经准备好了, 对, 但我相信还会有很多很多挑战, 不是我能想象得到的问题,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开, 我只是储备人员, 你开了一定还会有很多很多, 还会有挑战性, 我相信每个生意方面, 都会有她自己的挑战, 好, 谢谢你, Dr Sharon, 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, 所以,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, 关于中医方面的详情, 叫Dr Sharon,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, Dr Sharon可以帮忙回复一些你们的问题, 我们在以下也会列出, Dr Sharon他们的诊所的资料,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, 请教Dr Sharon, 你们可以直接联络Dr Sharon, 提问你的问题, 好, 谢谢你, Dr Sharon, 谢谢。